這一次會是一、二、三 OK 懂的都懂 音樂 Hello guys 歡迎來到華爾滔溝道 最近的影片可能会跟以往稍微有点不一样 因为家属突然间住院了 所以需要陪护一段时间 现在是已经出院的状态 就在家静养 最近一段时间的影片的呈现方式 可能有点不一样 大概率还是以我自己自拍为主 那整条影片的分享 我尽量会在不同的工作场景之间穿插着 来跟各位结合实际的场景展示一下 我最近收到的这两款包 那么首先跟各位说一下 这次更新的两个背包 其实都是丰富他们目前的产品线的一些补充 就不会说是一个全新的款式 用户他们最近也是在想要把整个不同类型 或者说不同使用人群的产品线 尽量把它封满起来 让各个不同领域的人 或者说是不同使用场景的人群 都能有合适的包款去选择 那么现在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款包 就是叫做暗流的一款 16升的双肩包 这是一个PTX材质的版本 关于这个材质之前影片跟大家分享过了 我就不赘述了 我稍微做了一点点改装 个性化的一些添加 挂了一些小玩意 这是Cost的小帽子 跟这个是同一个样子 很可爱 然后这一次他们还出了一个PTX材质的小零钱包 也很漂亮 超灵活 而且它正好能放一个卡片尺寸 这个挂板也是可以去选择的 不过我个人在使用这款包 一阵子之后我发现 其实它更偏向于的定位 还是一个真正的给上班族 或者是单日程式通勤这样的场景去使用的 它有提供挂载的选择 就是可以挂挂板 两侧也有mole可以装一些小的护包 但是我还是喜欢它刚刚进行最原始的状态 就比较适合这个包的一个定位 16升 最大只是到14寸的轻包笔记本 那么这样的一个使用场景 其实就真的是单日数码收纳 或者说是我们传统印象中 更偏向于的一个定位就是电脑包 但是它的整一个容积 或者说它的设计思路 更像是前代酸鱼替代品 或者说是优化版 然后它的尺寸和使用功能的方式 更介于阵风 以及独刺这两款包中间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中间这一个位置的缺陷呢 很大程度上会被这款包弥补 首先就是它能够支持单双肩拆卸 像之前的酸鱼一样 但是肩拆卸单双肩拆卸 尤其是变成单肩状态的话 背负感受没有特别好 那在这一次填充的棉 包括它整个背负系统的优化 以及调整呢 就背负感受好了很多 单肩双肩都好很多 尤其是单肩的情况下 但这个包我觉得单肩背呢 还是略微有那么一点点大了 至少对于我的身材来讲 可能你块头更大的话 会觉得它更接近于 独刺的背负使用感受 或者你小个子一点的话 就正常当个双肩包背 也没有问题 对于我来讲 我会更喜欢它的双肩状态多过单肩 如果真的是想要有单肩使用状态 我可能还会选到独刺 或者说别的单肩包 那么也是这一个思路的关系呢 他们调研之后觉得 双肩改单肩或单肩改双肩 这一个互相切换的拆卸 不会特别频繁 所以他们这一次 并没有把这个作为主要卖点 而是变成了胸带的快调设计 也就是胸带高低的这一个位置 调节扣 它使用了一个快速调节的功能 并且它的肩带也是有快调设计的 跟上一次分享的 DUCH2一样 这个设计我觉得还是在 拿取物品以及快速调节的时候 会有非常好的帮助 也是我在使用这款包 这一阵子发现 是使用频率比较高的一个部位 那么这款包也是有四个拉链的 就是方便你从顶开 或者从侧开快速访问都会方便 因为他们也是建议过 如果你装的东西特别多 已经超过十字寸电脑 或者说是超过单日同情的 这一个上下班的需求 你还是会选正风或去别的包款 这个包就只支持 这种比较轻量化的一些装载需求 那么整个包收纳设计 其实也是挺简单一目了然的 主线两侧依然有这个调节带 有一个快开扣 然后打开之后 整个主舱开口可以支持到180度吧 很方便 正面的一面毛面 背后就是电脑仓 当然都有一个非常厚实的填充 正面这边是两个透明的网格 上下各一个 里面就是这样非常简单 所以有五位置啊 什么那些小的收纳的侧面都是没有的了 都是放在外面的毛里 给你自己去改装 那正面的话顶上有个小的口袋 可以做一个快速访问 这个口袋呢就是单头拉链 没有两边都可以开 外面也都是副胶的嘛 然后就正面这一个非常大的 前仓的话里面 依然有这一个非常好的收纳风格 以及填充 不会说软啪啪 里面有三个风格 底部是一个大的紫茶袋 上面是两个小的紫茶袋 然后都是有弹力的 并且整个前仓除了三个小口袋之外 本身整个容积也是挺大的 不管是什么部位 前面这一片小小的风格 还是前仓的表面 或者说是主舱的背面侧面 都有不少的填充 整个包拿上手 真的是保护性非常好的感觉 就是你的数码设备 放心往里面放 电脑仓 如果你的笔记本 有自带那种包内的内胆的话 其实可以不需要了 背面呢相对于 酸鱼或者说阵风来讲 更像是地狱犬二代的感觉 风潮田冲非常厚 中间有个插心也像固定带 那么侧面呢 依然是有两行mole 以及两侧顶部底部 各有一个提手 方便从各个方位去拉 包括底部也有两行mole 来扩展快挂带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可以在底下载捆别的支带 来去做固定或者说是外挂 OK那么这是黑色PDX的上升效果 那关于上升的单品呢 我就简单快速 直接把它们都列在这一边 我就不足够出去讲了 因为等我收到拍摄 以及你们看到影片 中间时间差呢 大部分单品 可能都已经穿不上了 最近天气热的 真的很夸张 最后一边 我看我们换了场景看起来的配色吧 看不看出现在下雨了 现在在沙面刚把车停好 今天是来参加凯乐时的一个线下活动 他们地点选在沙面的一个 船只展停这类的地方 上面这其实地理位置挺好的 就是停车不太方便 以前我家里面有一艘这样用浴座的船船 被我打碎了好多的这些吊坠 好久没打白天了 哇古董Rose Royce by the way 大家看我眼镜有点不一样 现在这副Taylor的Thick已经配好我的晶片了 然后这一副是变色片 不过今天大影天 不太看出来变色效果 大家也挺舒服的 大家也挺舒服的 这一副是变色的 我非常感觉 You take me higher Higher You take me higher 好像到了 哦 從那一邊過來沒看到這牌子 嗨 哈囉 有光 哇 When I'm feeling low And I'm feeling Take me hig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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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I never know What I'll do without you I don't know 網高餐廳 是嗎 要不要勒 好啦 今天的活動就大概這樣子 然後 下一車的網高風險 趕緊走 不然我怕倒就出不去了 Higher Higher You take me higher No, no And when I'm feeling low You take me higher You take me higher You take me hig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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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是 看著Hermy的車,先這樣按摩 從中間按摩 Convention 動物 最後是有眼淨的 也有眼淨的 也有眼淨的 Higher I can meet you in the world Higher Higher - 放入柱了? - 是啊! - 過來! - 現在拖了一天的箱子 - 然後是把包放在箱子上面的 - 發現了一個我之前沒有注意到的問題 - 在這裡可能有必要跟各位說一下 - 首先就是 - 如果你們各位還有印象的話 - 之前有支持過能夠放在行李箱上面的背包 - 大部分都是在背包中間束項有一個捆帶 - 那麼他們這一次的這款包呢 - 可能因為體積或者說是尺寸的關係呢 - 並沒有做從束項而是橫向的 - 大家可以看到這中間一個橫向的綁帶 - 那這綁帶可能也是因為不想讓它太突出啊 - 形成累贅的關係所以做得比較貼合 - 我這個箱子的提手 - 我不確定它算不算是尺寸比較居中 - 或者說是更偏粗大一點點啊 - 它會有一點點頂在這個位置 - 套起來不是很好套 - 不過這套不是大問題 - 這個位置提手的話它卡在兩個肩帶中間 - 我的手伸進去拉這個箱子的提手會有一點點不便利 - 再一個就是如果我可以把它拔高一點的話 - 這是最高 - 這樣子這個肩帶又會頂著它 - 或者你把兩邊掰 - 總之看起來也不是很舒服 - 放進去的話剛好 - 倒不是說不能克服的問題了 - 只是我覺得有必要跟貴說一下這個情況 - 因為之前那包包 - 如果把包放在箱子上的話 - 它其實包是橫向的 - 這樣子重心也低一點 - 因為我現在這個包裡面裝的基本都是拍攝用的相機 - 當然現在正在用著 - 以及我的電腦還在大巴數碼設備 - 所以整個重量比較重 - 雖然它體積不是很大 - 它的重量應該相比於箱子來講會更重一些 - 因為箱子的時候我要換洗的衣服不會太重 - 這樣子推遠它 - 你可以看到它會有點頭重腳型的感覺 - 它會倒 - 然後這也就造成了我推 - 尤其是像酒店地毯比較軟 - 我要很費力的推它能推得動 - 推久了手腕會得算 - 其實我也不確定各位 - 你們出門的時候是怎樣安排自己的東西呢 - 是重物一定會放底下嗎 - 還是說因為我不是很捨得數碼產品放箱子 - 我覺得還是放包裡會安全一點 - 那歡迎你們跟我分享一下 - 再簡單讓各位再roomtoy一下 - 雖然現在時間不是很早的 - 這一個房間在這棟樓的北塔 - 然後銀河這邊的話 - 它是連整個會議中心和演藝都一體式的 - 所以我這望出去是一個會展中心 - 一進來門口這一邊是放行李箱的 - 然後先看一下洗手間 - 洗手間的話 - 它這個馬桶是智能的馬桶 - 然後有遙控器在這裡 - 也給了一套這些什麼東西 - 然後這一個任服乳 - 一大隻不錯 - 那就順便說一下今天的傳達好了 - 帽子衣服基本都是來自一個pinskate多士的 - 短褲也是 - 但你們看不到 - 而且這身還不錯 - 今天這天氣床剛好 - 然後鞋子的話就是 - FUGA DU - 6A黑衫 - 襪子是Hidden的 - 比較簡單一點 - 看一下浴室 - 這有個大浴缸 - 哇 - 這個設計也太剛好了吧 - 就差了一個手指 - 浴缸不是特別大 - 應該是坐著能伸直腿的尺寸 - 然後整個牆面還是OK - 這個大力士的食材 - 做了一個弧形 - 這是一體式的玻璃 - 這邊淋浴也都是大隻裝 - 他們說MiniBar這邊的東西都是可以免費拿 - 但是 - 再補充一次的話就要錢了 - 這是咖啡機 - 看一下 - 茶、咖啡 - 第二層是小零食 - 有一盒餅還不錯 - 杏仁餅 - 蛋捲 - 有個杯麵 - 下一層 - 冰箱 - 還可以吧 - 有點軟硬什麼的 - 不是很多 - 免費的是這樣 - 這個安達斯不知道各位覺得怎麼樣 - 就也不是說很豪奢 - 但是 - 至少我來的這個時間定的這個價格 - 我覺得還能接受 - 大概不到一千塊 - 就這樣了 挺簡單的 - 外面的景象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清 - 下面是那個會展中心 - 看到一個白色的頂棚 - 隔壁是另外一個樓 - 今天就大概先這個樣子 - 主要是看了一下朋友這一家MICASA的眼鏡店 - 讓他陪我逛了一下澳門簡單老城區 - 因為我之前確實沒有什麼逛過澳門老城區這邊 - OK 那我們明天見 - 明天見 - 非常太特別了 - 然後上面一次 - 感覺有點厚不對白 - 這麼薄 - 我跟你看得滿厚的 - 是我點錯了 - 先試個 - 走在香港或者澳門其實都經常可以看到很多人背著一個雙肩包 - 不算特別大 其實跟這個差不多 - 然後就單日同情吧 - 我覺得還是挺合適這個尺寸 - 這一包使用場景還挺適合現在這個環境 - 至少我覺得 - 反正上場裡面也不會說特別熱 - 背著雙肩包也不會覺得背後出了很多汗這樣 - 這樣 - 想要看一下今天穿戴戴戴是這個Halo commodity - 然後裡面的衣服是Lululemon - 襯衣和褲子都是Watch the wind - 這褲子還是有點這種消防員工裝的感覺 - 那鞋子就是SALOMON最近的這個狂殺系列的ACS PRO啦 - 簡單單 - 大約10分鐘 - 發車到達還不錯 蠻快的 - 然後往那邊走 - 現在去逛街 - 牙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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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走起来不会觉得太远,其实我走的大概一公里多吧,还挺好玩的 - 然后前面右转应该就到比较旺的区域了,回开了 - 鞋!- 哈啰! - 哈啰! - 哈啰! - 鞋! - 鞋! - 鞋! - 两个朋友? - 两个朋友一起吧! - 两个儿子都很多东西 - 其实有点点,这款也比较多 - 但这样选择是很可爱的,好吗? - 你现在最大? - 买在DZL? - 这个层次的朋友,即是这个邦行而来 - 会有些是买一些奢侈品的 - 开车的车,然后Randa - 然后有给那个公司买 - 但这季Randa就未到 - 未到,但有了这个不错 - 这个好像外货也有少点 - 但我觉得他们此次造成都很少 - 他们面料的 - 天台很漂亮 - 开车很美 - 开车很美 - 通层也是,你好 - 玻璃夹着三文字 - 玻璃夹着三文字 - 打石广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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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抱怨有办法 - 没关系 - 我来回的基本上也都全好碎 - 太担心 - 只是 - 打石广场 - 推出显 - 打石广场 - 挖,所以这几天还是挺匆忙的 那么简单各位看了一下 实际上这款相机包在日常 就是出街过程中使用的一些场景 我个人觉得呢 他们针对性某一个场景这种开发的一些产品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实际价值 那么首先各位要知道 这款包它实际容量呢 其实也就六省而已 不算特别大 虽然它有保留一部分左右 以及前后里来去扩容 包括底部也可以像我这样 加装一个压缩带去捆一些临时的东西 那实际上里面的空间呢 变化不是说特别大 基本上我现在拍摄的这种一记一镜是恰好的 顶多再加一个小定胶 或者是一些比如说补光灯啊 小的脚架 麦克风啊 或者备用电池等等这些小配件 它整个定位可以说还是比较的 机动性很强 就是轻量化一点 不会说特别重装的器材 去使用的一个摄影包 那么再一个就是 它这个开口的形状啊 实际使用的时候呢 会觉得它还是蛮大的 因为像之前很多朋友们 都会喜欢拿他们 拉佩尔二代的那款包 来去做一个相机包 因为那款包其实某一些设计上 还是挺适合摄影使用的 但是它毕竟不是一个专门针对于摄影 或者说街头摄影 相机包这一个品类的使用场景去开发 那所以还是会有一些使用上的 不合适 或者说没有那么的顺手的感觉 比方说背负 那拉菲尔的话 它是有HMS系统的支带 两个方向 你可以去按你的声位高低来去调节它 但这款包 它用的这一个 圆形多耐福的 可以转动的扣子 它就不需要任何调节在角度上有任何变化 你只需要调节这一个肩带的长短 它就很轻易能切换一个高深位和低深位的背负角度 这是蛮灵活的 就是不同人在不同的身高上 都能得到一个相对于比较舒适的背负状态 以及更顺手拿取的这一个姿势 这个是我觉得 就我这几天用下来一个比较喜欢的点 那么再一个就是 当然这一个扣子也会有一个我目前还没摸准的可以说特点吧 就是它在某一些时候 不确定是装的东西过重或者说背负角度的问题 你行走的时候尤其是 身后离你比较远的这一边 它会有一个 吱吱响的感觉 我现在又模拟不出来 就是它走动的时候 会一下一下的 听到没可能有些像塑胶摩擦 但是还不算很明显 不确定什么情况下会出现偶尔有那么几声响 不算特别困扰 但是可能有些朋友在意 所以我还是要提出来 各位也不用担心说这个扣子的承受能力 因为毕竟两边都有扣子 那么这个包 实际上也就六省 你把它承抱承到拉链拉不上 也不用太担心的扣子承受不住 然后它还是快拆的 我觉得还挺方便 然后加上中间这一个fitlock 就是你在不方便从中间拆的话 你从两边拆没问题 这个包快取 摘下来背上去都 还是挺灵活的 那么再一个就是比拉菲尔当摄影包好的原因 它这一次的开口 像地狱犬的U型开口 很大 拿取相机的时候就比较顺手 也比较好拿了 然后里面的风格 我个人觉得目前来讲是 按照我的习惯或者说 一击一净这种轻量化的配置来讲 也算是足够用的 除了私人物品之外 它的平板杖还是单独的 单独在你的背后贴身的这个位置 而且两侧都是有非常厚的夹棉 这夹棉厚到就已经让我觉得 我还以为里面有多一层暗格 那么厚 其实没有 它就是厚到挺夸张的 然后这个尺寸最大可以支持到 大概是11寸左右的iPad 那么它的夹棉厚的好处 一个就是说可以更好的保护你的平板 再一个就是防止你背包有一些 相机可能某时候你会装兔龙 或者装一些快装板之类的一些异物 形状不规则 凸起来顶到你后背 这样子的话 甜棉几乎等于说 离你后背有两层 基本上不会他会感觉到 背负体验我觉得还不错的 当然如果你觉得它这个 原装肩带感觉不是很贴身的话 你可以考虑装多一个他们的肩垫 甜棉的那种 但是这个可能前胸肩膀这一块相应的会有点汗剂会闷到 但是这一个就像我刚刚说的 它身位高低可以自由调节 所以后背基本上我这一天用下来 不会贴后背出汗的 那这一天天气大家看到现在又下雨了 如果你更习惯高深位贴身紧绷一点的背负感受 你可以再考虑加多一条三点背负带 这样子可能会更加稳定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款包 或者说它定位的使用场景 会更加适合水溢一点扫街的逛街这种更加休闲的场景 随取随用 如果你总是用三点背负然后高深位贴过来的话 其实你拉开拉链再拿包可能都会 快到你下巴这个维持 我个人觉得背低一点这包可能用起来更舒服 再提一嘴现在你们看到这个颜色是季风回 但是我中间这一个副包是点影绿的 我不清楚你们在画面上能不能看出来这个差别 其实挺细微但是 确实有点不一样 我个人觉得还是挺融洽的 然后这个捆绑的效果就真的挺日常的 我这几天大概都是这样用 OK那大概就是这一款相机包的一些介绍 哇又守太阳气息 那我的体验时间也比较短暂 可能比较碎片化 那如果我有些还没提到点 或者说你有别的疑问的话 欢迎你屏幕或者弹幕再补充好吗 这大概就是这一期影片的所有内容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希望你回家上来 如果你有没有关注我一定要点订阅 那我说我们再见吧 我说我们再见 我以前都要把我借给你 我很早如果想说吃的黑椒饭 超大 30块钱的鱼饭加 然后一样我是带铁鱼 它差不错 像不错 你可能知道这就是比较浓的蛋 还加差点的口味 不然你讲话 不要谈 这一回来 我说 一闻就不过分 那一门是一样的青椒味 然后肉皮 肉皮吃的这种 我这是主意 我总觉得它 好像没有成功 它就是脚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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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反复了